阿婆6 这写着阿婆6 我们找营地 找不着不好找 上面呢 我导航往上走 徒步吗 我看一下 那他们说拍星空的不就是这吗 不 要徒步一个小时上去 我先上去看一下 这路两边的草都只打车了 有完没完 那里是花场 这里都是花场 我下去捂一下 你好 录音就在那边下面那个路口 就是有个大铁门进去那里 对不对 那我知道了 知道了 我看那块有一个水泥大平台 你们这里不行是吧 我们这里不行 是不是这已经到了尽头了 不能再走了 这没有路的 你们这是种花的吗 种什么花 种花的 凤仙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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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方 那好 谢谢 这个是什么呢 叫芦苇吗 这个不是 那叫什么 就是那些毛仔 毛仔 毛花 毛花 有个笼子里的扎扫把 可以扎扫地 现在还不够老 现在不老 现在那里 那个白花 那我知道了 有一种扎扫把 那个就是这种花 叫毛花 毛花 我这不走到头 看个究竟 我就不死心 这回死心了 这回知道这里 是个养花场 这里 这里应该是可以露营的 哇 哇 呜 呜 这里好深哦 拍一个逆光 你看我刚刚走的这条小山路 非常窄 泥土的清香 现在这些路都越来越窄了 我拿出我的小白 拿出我的小白 骑小白走 看看这个 主席万岁 呀 这个有年代了 嗯 这里这个房子感觉像灰派建筑 哈哈哈哈 没有我走的路 嗯 现在这里呢 有几个餐馆 晚上也有住宿 呃 他们也给搭帐篷露营 然后也可以在他那冲凉 刚才我问了一下15块钱一次 呃 这里呢 就是阿婆六寸的全景了 嗯 就这几座白房子应该是出现在很多人的相机里 嗯 看上去倒是挺漂亮 但是没有什么原始的味道 现在太阳已经快下山了 嗯 找到一个人来有办法一点 我搭不上人家 我这个节奏一般人也搭不上人家 人家不爱往这边来 一般不太来爱喜欢乡村 这里是刘溪河的源头对不对 嗯 是哪块 呃 刘溪河源头就 刘溪河 刘溪河 大黄 不要测我裤子啊 哈哈 大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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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坐好多吗 嗯 你坐好多吗 好帅哦 你好帅哦 你坐好多吗 你坐上去可以了吧 几楼 那可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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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坐上去那顶就行了 行 好谢谢 嘿嘿 我现在买了四瓶啤酒 我要跟广东那个小情侣 我们一起喝点 刚才她前往喝了一支啤酒 看看我们这个天台是什么样 我来了 我来了 你帮我拿一下 这是姐姐的帐篷吗 还不错 还是自开式的 对 她买的就是比较简便的 好 来 这 给 我等一下我自己拿 我要是如果 现在一颗都没有 太遗憾了 一颗星星都没有 月亮好漂亮 月亮吗 今天月亮挺圆 今天月亮挺圆 今天是 农热是高小 行 那我们就在这先喝点 后来我一开始进来 我看你坐在那里 我以为你是老板娘 嗯 你住在那里又吃又喝 那肯定是老板娘 对吧 肯定是老板娘 对 对于很多人 其实旅途上我觉得最吸引我了 就是见各种各样的人 各种各样的人生 对 各种各样的人生 你会觉得他们的人生跟你那么的不同 对 然后他们活得怎么样 啊 现在我看到了最亮的一颗星已经挂上了夜空 这边头里 哪边 这边 哦 哦 这里有一颗但是没那么亮 这颗好亮啊 对 那边比较亮一点 啊 哈哈 对 可能现在天气还没有 还好了 今天也算看到几颗星星了 哎呀 这就是 广东海拔最高的村庄 嗯 阿婆六村 可惜什么都拍不出来给你们怎么办 然后我在天台跟那个90后的小帅哥 我们一直在聊天 聊了挺晚 老板和老板娘一直在等我下来冲凉 那我现在已经准备休息了 嗯 大家晚安咯